各位朋友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涼拌乾絲 需要的材料幫大家整理在這裡 方便大家準備 要開始煮了 第一個步驟 煮配菜 鍋子加7分滿的水 開大火 蓋上鍋蓋 同時我們把紅蘿蔔用刨絲器刨成絲 芹菜切斷 水滾後 把紅蘿蔔跟芹菜下鍋 煮熟後 先關火 把紅蘿蔔跟芹菜撈起來放盤中備用 第二個步驟 煮豆乾絲 原本煮配菜的水不用倒掉 用來煮豆乾絲 開大火 放進豆乾絲 再放進食品級的小蘇打粉 煮到水滾再過兩分鐘 煮到水滾再過兩分鐘 撈起來 用飲水機的水沖洗 把味道洗掉 洗完把水倒掉 重複洗三次 洗好後把它瀝乾 第三個步驟 把紅蘿蔔跟芹菜放進豆乾絲中 再放進鹽巴一湯匙 鮮雞粉兩湯匙 白胡椒粉一湯匙 每放進一種調味料就攪拌一下 最後放進三湯匙的香油充分攪拌 這樣美味的涼拌乾絲就完成了 這樣的份量會有餐廳小菜的10碟以上 便宜又美味 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會喜歡 你的訂閱是我最好的鼓勵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才能及時接收到上片的訊息 我們下次見